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在那家争执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9月30号 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 聊聊中国的房地产 今天也是国庆节前啊,最后一个工作日 也就是说啊,各地旧楼市措施 要出啊,就赶紧出了 抓住这个国庆节这个黄金档 所以昨天啊,你看啊 很多地方,夜里11点出台这个旧市措施 楼市新政,也确实不容易啊 有很多人说,哎,你为啥11点出啊 你6点不能出吗 下午5点,这个说的就有点过了啊 恐怕很多人对这个政府出台这些文件政策 以为是口头通知,随便说一下 他这个都要层层报批,层层审则 咬文嚼字的,对吧 他以文件的形式公布 他就得程序走到位,还得研究 时间是什么,时间紧,任务重 所以到我现在做节目啊 现在是下午4点半,录这个房地产节目 好像北京市的政策还没出 按理头说北京市应该赶紧出政策 是不是说,哎,晚上7点或者9点 北京市政策出来,也有可能 我先谈一谈啊 就昨天晚上出来是广州,深圳,上海 这些旧楼市的措施 这个细节大家自己去看啊 我就凭我的感觉去谈一谈 首先一个是广州是全面放开 就是不再看你的这个户籍 还是多少套,应该这样 所以他这个放开啊,是真正的放开了 但是我觉得广州放开呢 它意义有多大 效果到底怎么样 我觉得不容乐观 因为广州我记得他120平以上的已经放开了 就放开很长时间,有半年了吧 好像也没见到什么效果 他现在相当于把120平以下的都放开 你说能有什么效果 假如说你是个外地户籍 你想在广州买房 那你就不能买120平以上的是吧 就你想在广州买啊 那个早就放开了 那到底谁想在广州买房 往来又不想买120平的 要么他经济条件有限 没钱,只能买小一点的房 所以这种人到底有多少 因为你这个政策就是针对这种人的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啊 就是外地人想在广州投资 他想偷小房子 这样比如出租 在广州买老婆小 我觉得这也有可能 所以说啊 我认为他对楼市的影响不会太大 至于深圳呢 这个大家自己去看啊 它是有条件的 分区域 深圳市啊 原来的政策是户籍居民家庭 限购两套 深圳市户籍成年单身人士 限购一套 执行上述住房政策的基础上 在盐田区 保安区 而且不含新安街道 西乡街道 在龙港区 龙华区 光明区 可再购一套住房 就是深圳啊 你本来有房的 已经买两套了 你还可以在这些地方再买一套 我就不知道这政策有多大用处 就你已经买两套了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再买一套 这深圳符合这条件的人有多少 就那么喜欢房子 看好房子 然后是非深圳户籍居民家庭及成年单身人士限购一套住房 然后在福田 罗湖区 南山区 保安区 新安街道 西乡街道 范围内购买住房 要提供一年的就是个人所得税或者是社保 在另外的其他的区啊 买 不需提供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证明 我觉得这个政策稍微有点用处 也就是外地户籍 你在这个盐田保安 龙岗龙华光明 这几个区啊 买房子 不需要什么证明 你去买就行 但问题这些地方啊 恐怕对投资客来说吸引力不大 你看他这个政策是对外地人 你又不在深圳上班 也不需要你社保 那你在深圳买房不就是投资吗 因为你肯定不在那住啊 你投资的话 那什么华区龙岗区保安区 是不是还有点偏呢 对吧 所以对这个投资客来说 兴趣恐怕也不是太大 有两个及以上未成年子女的 非深圳市户籍居民家庭 在执行上述住房先购政策的基础上 可再购买一套住房 这个符合条件的是 一个人数也少 第二个恐怕兴趣也不会太大 俩孩子他还在买一套房 但是总之啊 人家把口子打开了 就你要想买 反正你可以买 买不买那是自己的事情 所以深圳的这个翻开 跟广州比起来就力度小多了 我们反过来思考 这个解除限购力度越大的 说明这个城市特殊性就越差 你看首都北京到现在还没出政策的 说明它是最后的堡垒 定海深圳 说明它最特殊嘛 这个上海出台的这个楼市新镇呢 我感觉别人还要保守一点 深圳好歹还滑了几个地方 说非深圳户籍也可以买 上海就没有 你看上海啊 第一个是缩短 非户籍居民购买外环住房 所需缴纳社保和购税年限 比如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 以及单身人士购买外环住房的 购房所需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年限 从购房之日期连续缴满三年 调整为连续缴纳满一年 你说这个政策 它对跟外地人没关系 还是上海本地在上海上班的 这些人本来啊 说交三年社保就可以买房子 现在你给他改成一年 无非就是把这些人催熟 拔苗住长 本来这些人还要扛两年才能买房 现在就说不用再等了 你现在就能买 不就这意思吗 那这样的人有多少 对这样的人来说 一年和三年有啥区别 本来大家就在观望 他这个还是限定在 你在上海上班在那工作 所以这个人群是有限的 你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 所以他这个政策一出 这一个月 这成见量稍微会涨一点 也就是把这一拨人放掉了 该买都买完了 第二个 他说提升持上海市居住证 且积分达到标准分值 群体的购房待遇 对持有上海市居住证 且积分达到标准分值 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货 个人所得税满三年 及以上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 在购买住房套数方面 享受户籍居民家庭的购房待遇 然后啊 什么在临港区啊 可以再多买一套房 就这意思 我觉得这个政策像个鸡肋 实之无畏 气之可惜 他目标群体还是在上海的 这些人 还是在把这个上海本地的需求 激活 那你这效果就是有限的 然后现在是啊 什么安家贷款 首套房 二套房 存量安家贷款利息下调等等 这个都是央行的组合选 现在都在落实 这些当然也起一定的作用 毕竟有些人 他就迫不及待要买房 当然他这个 接待款这个首付的钱也不够 你这回给他一条 可以了 他能够上 这种人也不会太多 总体上啊 你看深圳上海的救市政策 还是挤压高 从我个人观点来看啊 不达预期 其实我觉得他还是保守了一点 我觉得这个上海外还外啊 放开就得了 全国人民 你喜欢买人家就买一套 在这个他外还之外的这 上海市区 你做一定的限制 可以理解 作为深圳啊 就应该全面翻开 去广州就完了 所以这个救市措施啊 不达预期 没有让人眼前一亮 那北京就更特殊啊 当现在政策没出 我是希望北京啊 武汉以外 然后除了通州 全部翻开就算了 外地人可以买 买一套 通州嘛 对吧 你在当地 社保交往一年 就可以买 对吧 那个武汉以礼啊 什么海淀啊 东城西城啊 这些地方你可以限制 否则的话 这个力度的有点小 也就是你的目标 还是在当地上班的这些人 指望他们买包 那这个群体是非常有限的 他们不是不买 他们很多人是没钱 口袋是空的 你让人怎么买 这个一线城市啊 放开限购 会不会引发恶性炒作 这个专家说啊 9月29日晚 重庆大学副校长刘贵文 在接受中国繁地产报 记者专访时表示 一线城市应该尽快考虑 修销限购 有几方面原因 一是经过这几年调整 现在房地产市场中 投机现象已经不会大面积出现 不会像过去那样 放开限购之后 因为炒作 引起房价急速上涨 二是从中央到住建部 再到各地方都明确提出 包括配售型和配租型保障房 在内的保障房体系建设 有了保障房体系的托底 放开限购之后 让市场发挥对于存量房 消化的作用 不会冲击中低收入群体房 或享受居住的权利 三是 根据我们研究 一个城市套户比在1.1左右 是比较均衡的 但一线城市套户比很低 有些低于0.8 一线城市依然存在 强劲的居住需求 只不过 比如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 包括预期 居民收入增长不明显 等原因 购房需求受到了抑制 在这个时候 打开限购 有利于放住房需求 让一线城市房价和城市 率先止跌回稳 比如全国房地产市场 回稳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一线城市放开 会不会引发恶行炒作呢 就目前这个放开的话 是不会引发恶行炒作的 比如上海 还是以本地人买房为主 深圳也不会引起炒作 你看广州都已经放开过了 没有炒作 如果北京上海全部放开 实际上也只影响北京上海的房价 价格很有可能会 叫止跌回稳 甚至要上涨 这个恐怕在所难免 就是北京上海全面放开 但是它也只影响北京上海 然后有很多人说 北京上海的房价 先稳住反弹 然后会带动其他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没有必然性 就是北京和上海 它是特殊的 它放开涨 反而说明 其他地方要跌 因为当高就这么多 前往北京上海的 其他地方就会失血 现在是北京和上海 周边地区 甚至全国 红西效应 所以说北京上海 即便全面放开 它只影响北京上海的价格 跟全国只有负面影响 不可能说北京价格涨了 那什么长沙的价格也得涨 怎么可能呢 而且啊 北京上海的房价 也不可能是暴涨 咱们一直说的 这些结构性矛盾 它就古巴核心区啊 那几块地方 价格无限上涨 其他地方恐怕还是 受制于这个工资水平 你涨得太高 人待不下去 待不下去人就流出 人一流出 那最终价格还要低 也就是说它会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 不会无限制涨 对吧 涨到一定地步 它就涨不动了 那到底涨多少 很多地方啊 比如以北京为例 很多地方房价能恢复到2017年 那就很厉害了 就是回到2017年 实际上北京大部分地方 房价比2017年好像都下跌了 20% 30%这样的一个水平 有的地方跌的多 有的地方跌的少一点 当然了 什么西城海淀 很多地方是涨的 它比2017年还要高 所以说北京如果要放开的话 那很多地方 它能回到2017 那就很不错了 烧高香 到那儿它就涨不动了 所以我认为啊 不会引发恶性炒作 对吧 那个地方房价能涨到多少 最终还是跟当地的工资啊 还是要挂钩的 只不过北京作为首都 它又还在这上面有一些溢价 对吧 别的地方 这个房价收入比啊 10比1比较合理 咱们是举例子啊 那么北京它也可能是15比1 无非就是这样 那不管怎么说啊 这个国庆节前啊 关于楼市出台了好多政策 很多人就说这是王诈 史诗级的 反正史诗级旧市政策 咱们已经经历过好几轮了 也是见怪不怪 很多媒体啊 中介都开始预热 接下来这个国庆假期啊 恐怕这个楼市啊 比较火热 毕竟有一波这个购买力啊 要释放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 这个旧市的政策啊 它持续时间 恐怕也只有一个月 顶多两月 跟那个517新政啊 差不多 一月以后啊 要么就出台新政策 要么它回到原来老陆 继续低迷 这个从香港旧市 对吧 还有国内这个517等等 都能体现就是这么个特点 只有有的地方 房产开房产 逆市涨价 昨天咱们也说了 有的涨2% 有的涨1% 这恐怕也是一个 叫营销策略 制造一个焦虑 这个时候你还涨价 只能谈崩 最近晚上大家可以看到吧 很多这个中介都说 20房房东啊 坐地起价 有的上海啊 一套房价50万 很正常 很多谈好了 但没签合同的 统统作废 要加钱 就是房东啊 一看这个行情好了 牛市来了 要加钱 这里面我劝很多业主啊 如果你手上两套房三套房 你想卖 你就赶紧趁这个时候卖 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个店 你自己也知道 你房子挂了多长时间 好不容易有人来问 赶紧卖吧 但是如果你说 我只有一套房自己住 或者两套房 对吧 一套住 一套出租 那就看你这房子在哪 如果你这房子在北京 那卖不卖 无所谓 还上海啊 如果你的房子在什么啊 合肥 武汉 杭州这些地方 你还是趁机把它卖掉 多余的房子 卖掉 趁有人问 然后到时候 北京上海一放开 你看看有没有钱 到北京上海就卖 第一赛金日报 都已经报道了啊 说中介忙的没空吃饭 户七条 出台首日 九月的最后一周 上海楼市已经出现撬尾行情 无论是新房 还是二手房市场 成交量均出现拉伸 新政的出台 让市场各方 进入新的博弈期 有房东连夜跳价 试探行情 也有购换者 当晚紧急谈判清约 不少楼盘 正在对国庆期间的 营销工作精心准备 按产销售 已经做好了 加班的心理预期 上海房东连夜跳价50万 房东竟然第一时间 跳价50万 九月二十九日晚 十点三十分左右 上海市民王源 对财经记者表示 约一个小时前 即二十九日晚 九十三十五分 上海市住房保障 和房屋管理局 公布 关于进一步 优化本市 房地产市场 政策措施的通知 这个王源告诉记者 他在二手房市场 看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最终属于一套 未入冬 锦绣 末路小区 面积 110多平方米的房子 于中介 房东进入价格谈判阶段 这套房的单价在 十二万元 一米左右 总价超过一千万元 二十九日下午 就由中介 放出消息 称国庆 假期 可能会出台 楼市新政 王源看中这套房屋 突然新增了好几位 看客 这个房子突然紧俏起来 到当天晚上 楼市新政出台后 王源接到中介电话 对方称 房东基于市场预期 将在原油总价基础上 再涨五十万元 你看 一辆车就出来了 王源一时慌了神 市场到底会怎么走 我该不该接受跳价 赶紧入手 在仔细思考后 他暂时冷静了下来 拒绝了对方的跳价要求 并称自己 将在二手房市场 再观望一阵 我觉得这个王源 做的太对了 在这里我劝大家 如果你想买房 除了那种刚需的 说不买房就不行 这种人除外 其他的人 你就应该等 越涨价越等 等到市场冷静下来 现在市场 刚受到点甜头 政策刚出 大家脑子嗡嗡的 情绪一下上来了 有点失去理性 那你再等两个月 怕什么呢 他可能涨哪去啊 所以房东只要加价 就跟他拜拜 马上等 记住了 现在是买房市场 房子大把大把的 不是说房子紧缺 现在库存这么高 二手房挂牌量那么大 你不卖 自然有人买 你有钱买的人少 你看现在搞的 所有的政策 都是希望让人来买 对吧 降低门槛 实际上买的人多起来 怎么二手房房东 还能翘起来 还有开发商 居然逆势 涨价2% 这不是开玩笑吗 拿自己开玩笑 所以这个买房的 这个时候叫观望 对吧 你敢涨价 我就敢观望 上海中原地产 首席飞行师表示 每单楼市新镇出台时 出现跳价现象也属正常 这反映出市场情绪的爆发 不过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 可能有些部分业主 认为自己的房子跌价太多 想趁着新镇修复估值 一位资深中介人士 对记者表示 我手上也有几个跳价案例 不过我觉得这种 不是诚心卖房 而是想试探价格 还有一种情况是 置换的客户 他已经有目标了 而且目标房源 有上涨可能 所以他卖房 也会考虑涨价 涨价不会是市场主流 以现在市场来看 人需要尽力 止跌之后才能回升 实际上我觉得 如果你等得及的话 你应该等这一波 救市 这个效果显现之后 你再决定买还是不买 这个效果一旦达不到预期 你想想 出了这么大的救市力度 结果达不到预期 只会导致后面房价 恐怕加速下跌 因为大家觉得 你的工具箱里 工具不多了 你还有什么工具 你盖限购 解除了都解除了 你还是起不来 你还有什么工具 你利息降 降利息 跟人家买房 实际上关系不是特别大 你看看日本的 那个按揭贷款利息 0.3% 记得 它各个银行不一样 0.3% 那咱们现在是3% 你降利息 不会导致很多人去买房 不会因为你利息低 我就会多买 这个首付比例调低 你这个无非就是让 更多的韭菜 对吧 能够有机会买房 把门槛搞低一点 那这个不会导致说 人家真的去买 所以一旦说 你这个这次 使出了洪荒之力 救市但是没有达到效果 或者这个就要效一过 那恐怕就是市场就掉头线下 还有加速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政府这么大力量去救市 实际上说来说去 就是希望房地产软着陆 不要硬着陆 硬着陆 大家都受不了 银行也受不了 所以希望软着陆 就是卖一点 换个姿势 不要脸朝下 但是有人就认为 这个还房价还暴涨 因为房子跟股市一样 房地产更难启动 对吧 胡适你可以操控 但是这个房子比较难操控 尤其形成了一个惯性 所以我觉得啊 不是这种刚需 可以再观望 观望两个月 我想这一波这个救市效果啊 在两个月内 恐怕就显现了 要效啊 两个月内恐怕就释放掉了 那看到后面还有什么招 对吧 还有什么措施 说有的暗产销售 已有国庆加班准备 那肯定要加班啊 这个国庆节恐怕是房产中介 还有这个开发商搜罗处啊 是最防忙的 说总体来看 新郑对20房市场活跃度 提升立竿建议 上海蜀土房地产中介 度过了一个忙碌的夜晚 说我这个点还在店里 非常忙 29日晚23时 房产中介小文对记者说啊 夜里11点还在忙呢 他表示 一方面新郑该一出台 借由之前犹豫不决的客户 来到门店谈判签约 另一方面 门店也在布置国庆节期间 全体加班安排 连宝洁阿姨都要加班 新郑后的第一天一定会忙碌 而接下来一个月 成交量也肯定将非常活跃 对我们来说 国庆假期有的忙了 小文表示 按照过往经验 接下来最先上涨的还是挂牌量 因为有增值税免征 五年改二年的政策 会有很多业主 主动挂牌卖房的念头 也就是卖房的人越来越多 你凭什么还能涨价 在我看来 上海增值税这条新郑威力是最大 小文认为上海的房子 总价动辄数百万元 增值税和个税交易成本减免 减于数十万元计 三十上午小文一早就开始忙待看 到中午十二时 他告诉记者 还在待看 暂时都没有时间吃午饭 大家回忆一下五一七新郑 这个媒体报道是一模一样 再回忆一下 2月26号全面车浪 那媒体的报道又是一样 人山人海 彩旗招展 所以这个国庆节假期 咱们估计媒体都是报道 各个地方 人头传动 人马为患不要怀疑 那都是在看房子 好这期节目 我们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